我這個東西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我們是介紹 我們下載區裡頭有去下載這個OVA 還有下載這個OVA的這個講義 就特別提供給你們的 因為有人跟我講說 只有上那個指令Metalab Metalab 還有Pandas還有NummerPi 實在沒有Fu 我就拿真的給你看 人家那個什麼 那個創新資料應用競賽 還有那個總統被黑客公 還有那個他們都是利用什麼 利用爬蟲利用網 那個政府公開資料 來做為什麼 來做為你分析資料用的 所以基本上那一些競賽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 Big Data 利用大數據 然後你就要分析出來對於政策 對於你的這些 你的經營方式 有什麼東西不同這樣子 所以來 再來一次 又斷了 就是下載區這裡 OVA 跟這個 知道了吧 知道了吧 那下午才來 或者是 本來我們不是說是 早上10點到12點 然後下午2點到4點 那怎麼會有人 只上早上 只上下午還幹嘛 不是想不懂耶 OK 所以我們已經寫出了 經過早上這樣講講講講 我們終於可以把中油的歷史 喬價資訊 他的資料 轉換成我們 硬碟裡頭的一個CSV檔案 好 那這個CSV檔案呢 我們當然就可以拿來用啦 看你要怎麼用 所以 現在懂了吧 去把爬蟲的主要目的 來注意看 一定要有這個 你一定要把人家的網頁 指定的網頁 他的內容 可以把它轉換成文字 純文字 要不然你怎麼處理 對不對 抓完以後 你再去處理 那處理的方法 如果你是像Pandas 要直接 直接用Data Frame去掛也可以 還是說 你要像我這樣子 我通常習慣上 是丟到一個CSV 然後CSV看來沒問題 我再去把它的東西怎麼樣 用Pandas的 瑞的CSV把它讀進來 就這樣子 哈囉 哈囉 好 那 讓大家去把這個完成 讓大家把這個完成 看 先把這個 丟到 下載區 我丟到下載區 一樣讓你們可以先看一下 我寫的Code 然後呢 希望你們呢 把這個你們的Code 跟這個東西對照一下 看看你們怎麼寫的 那我們再繼續把這個東西呢 怎麼樣去把它 滿真話 OVA7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我們 你說老師 那我要怎麼去做這些 那個資料組 這就要看你了 真的說實話 這個只能 只能看你 這個先關掉 好 所以我們早上 最後講到了 十三頁 拔從程式 你看 油品的歷史資料 然後呢 我們的 Fram在這 抓的這個 這個是這個網址 再從spam看到 是不是我們要的 這樣就行了 好 然後這些東西 到這裡 你 剩下 都是最後叫什麼 怎麼做 DF 等於 有沒有 因為我們這裡 Pandas 陰影 投進來了 Ruid CSV 然後呢 我們就是 把我們的 檔案 讀進來 這個 好 讀進來以後 我們的 DataFrame 有Head 跟tail 還記不記得 Spring的 DF Head Head的時候 可以指定前面幾個 好 再說一次 有啦 有啦 這樣是不是就是讓你的 這樣有沒有讓你的Pandas那邊很明顯的就直接把你的資料給他載入進來 剩下好管理了 剩下好管理了吧 剩下好管理了吧 是不是就是用Pandas的那個 我們上週介紹的那 求方法 可以設定 設定 那個條件式 可以做做各式各樣的 那一些 那個 運算 等等的 那你說 那要 那Pandas的那個系統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知道說 這個 調價日期 是剛好是在今年 今年是1月1號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要做什麼事情 Pandas Data Ram 然後我們要做什麼 做filter Filter Filter By Data To filter a role 有沒有 這個都是很標準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怎麼辦 很簡單 我們就是把這一個東西 吐一個day time 然後之後把它變成是一個固定格式 嗯 所以這邊 這邊我們要怎麼做 很簡單 你看他的說明書就有了 他的說明書就有了 嗯 DF的 頭 對不對 頭就是你的調價日期 嗯 先把他day time 啊 這個調價日期 嗯 啊 調價日期 OK 啊 先把他改 改成你的標準的 這個格式 因為你要比較嘛 所以你的什麼 你的你的格式一定要怎樣 是一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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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不是我的Histor Price 這邊 格式有歪掉 沒有啊 格式沒有歪啊 啊 不能用中文 自己再去改吧 不要用調價日期什麼的 嗯 自己自己再去改吧 嗯 那不然的話 最簡單方法 我教你 嗯 有一個最簡單方法 你用一個回圈有沒有 因為DF他這個也是一個 那個 我 E F 我 I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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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格是這個 這每一個欄位 然後每一個欄位再加一個所有DF的 第一筆開始 因為D0筆是你的那個 D0筆是你的 D0筆是你的欄位名稱 然後這樣子 然後 DF D0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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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就簡單啊 你既然你可以知道這每一筆記錄裡頭 那他的D0筆 D0筆 D0筆 這個值我們把它做成Day Time 強制轉換成Day Time D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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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拿什么形式 YMMDD 这样才可以撒一个过湖 YMMDD 丁一专业 好 全部都与你 丁一专业 日期在這裡 對 沒關係 你們自己再去看說 你要怎麼去做這方面的處理 日期等等怎麼樣 看你這個 不然我們要花不少時間 IOC 這裡就有了 在這裡 好 OK 讓Panda是獨入 這樣就好了 到這邊 搞定 到這邊 什麼 是怎樣 怎麼又停掉了 好 然後再來我們就繼續講我們的東東 這裡面呢我們又會去講 爬之外 要存檔 統合成紀錄 這樣就可以存在資料庫 然後 現代化的爬蟲程式 可以再 選 影片 但現代化的比較不一樣 像現在 其實 講實在話 全世界最大的爬蟲程式 其實就是這些 SNS的 網站 像Facebook 推特 這些 其實他們 的引擎 才是最大的爬蟲程式 要不然你不會發現嗎 你今天你在推特 或是什麼 上面發布了新聞 或是丟了一些影片 或丟了幾張照片 以後 或者你 你就只是按like 喜歡 按讚 這樣子而已 他之後就會自動去針對你的 這一些 之前有按過讚的東西 去給他 統整你現在新的 你每一次打開的時候的 那一些 跟那個 那個畫面裡頭 有哪一些 有哪一些內容嗎 你沒有發現他會自動去找你說 你想看的哪些東西 有沒有 所以他那些 現在的SNS 才是真正最大的 那個 最大喜的 這個爬蟲程式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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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龍落 好 那我們呢 有了這些 這 這 所以這個 大型的這些 所以那個 爬蟲來講的話 齁 那一些的那個 SNS 現在才最大 然後最大 這一些裡頭 他還可以針對說 比如說 你的影像 圖片等等 去預先識別 然後再去幫你去爬蟲 爬完以後 然後再把你的東西 有沒有 抓進來 所以他們 SNS 才是真正最大的爬蟲程式 齁 最現代化的爬蟲程式 好 好 那我們呢 好 待會最後 讓各位試試看 這個是 玉山銀行的一個 喔 這裡 外幣位率 玉山銀行 有沒有 因為現在已經下午了 呃 3點半的時候 銀行才會 才會close 齁 3點半的時候 銀行才會close 所以你現在你的 你抓進來的 你如果說去抓的話 有可能抓到 不是最後的資料 那太麻煩了 齁 所以我們看一下 Open Open 我看一下 之前講到4吧 4 對 4 4 4還有4之1 你把它打開 這個 你看齁 這個又抓 玉山銀行的那個 同樣的 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你看 不管怎樣 一定要有這一段 有沒有 把你的HTML 那個網址抓下來以後 想辦法轉換成存文字 然後再把這東西 分解出來 你要東西 這個 你說老師 剛剛不是spam 怎麼現在變TD 因為 你要看你的 網頁原始檔 然後你看一下 他的都是丟什麼 丟TD 知道了吧 所以你還是得要用TD來抓 是看不同的網頁這樣 是不是 是看不同的網頁 是不是 不是 不是看spam 不是固定的 所以你 第一步一定要先去看 他的這個裡頭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他的 他的這些 這些裡頭 有什麼東西 你存進去 他的 他的網頁裡頭 有哪些 哪些資料 基本上 是什麼樣的格式 用什麼樣方式 把它包起來的 然後 我們 再來去怎麼樣 再來去找 你看這邊 他就寫了 銀行買入銀行賣出 有沒有 集集會率 現金會率 銀行買入銀行賣出 然後等如何 這邊就有了 31.33這些 怎麼抓 那你看我這邊 我寫的就是一個 案例啦 那你可以自己改 你可以自己改 你這要自己改 有沒有 你知道 我有幫你抓 我看一下 這樣抓對不對 看有沒有抓錯 看一下 新加坡幣 SGD 對 銀行買入 銀行賣出 哦 四項值嘛 四項值 看對不對 比較知道 23.19 23.35 23.24 23.3 哦 對 所以這樣就是還好 那剩下就是什麼 你要怎麼去把你的資料 搞到Pandas 這樣你才比較容易處 你說老師為什麼每次都要搞那個Pandas 你剛剛已經看到了吧 如果你用Pandas 你的格式或者是你的資訊在安排 在處理的時候有沒有變得很方便 哦你看這是另外一個寫法 這也是我另外聽說給你的 反正我幫 我 我為了上你們這個課哦 變成我自己在幫你們寫這些東西 真的有那麼奇怪 這個是怎樣 他做出來以後他會把它存檔 哦 然後存檔怎麼存 哦 這個我之前有教過你們嘛 對不對 嗯 那 怎麼怎麼開檔這應該還記得吧 哦 那 這個最後啦 然後你就去自動抓取齊齊匯率 然後把匯率的那個資訊 做完出來 那這個 晚一點你們挑戰看看 你看就是參考剛剛的 OVA4 OVA4 OVA4之一 這樣知道了 在最後我們再講這個資料開放平台 好這個一定要用Pandas 這裡 或者是那個Meta ProLive 你不用 我 我不知道 反正也許你有更好的工具 或什麼東西 Whatever 那我 我是都用Pandas 跟Meta ProLive 那 或者你說啊老師資料太大怎麼辦 那你可能給他用PiSpark 那種東西 那 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不要 我用其他的玩法有沒有 就是 那你就看看有沒有人去做來給你 嘿嘿嘿 啊 這個叫公政府開放資料部門 這個的話 如果你要是做 你要是讀管院 或者是說你做 那個資訊之空方面的 齁 那個 碩士論文的話也可以用這個 我有幾個學生就是用這個去收集資料 然後去寫論文 齁 哎 怎麼又聽懂 好 又有人要加入嗎 沒有齁 好 我每次看到這個我都要注意一下 來然後再來 這個齁 你自己上去你就知道了 因為他這個基本上來講是屬於什麼 是屬於政府的 也就是說 整個國家也都台灣整個所有的資訊有沒有 政府公開的資訊都丟在這上頭 那他 他包羅萬象你知道嗎 他有各式各樣的 data.gov.tw 基本上這個就是數位部現在在管的事情 知道齁 然後 你 各個部門 你丟出來的資訊 那個是透明化 因為我們現在 為什麼要用開放資料 因為希望政府現在的經營方式是 對人民是透明化的時候 他就會有這些資料公開 這樣講好了 其實 不管怎樣 政府 或跟人民之間 他們都要求透明化 像我們台灣是 政府要對民眾透明化 可是如果是什麼 如果是 像是那些極權國家 好比說那個阿共他們 中國共產黨他們是 政府要求人民對政府是透明化 好 真的懂了吧 所以你在台灣 你在台灣 你可以看得到這些資訊 這些是政府提供給你的資訊 政府怎麼經營 那如果說你說的是 中國共產黨那邊的 或俄羅斯那邊的 那是 政府要求你要對政府透明化 你要對政府透明化的結果就是 政府知道你所有事情 但是政府會不會告訴你 其他你想要知道的事情 不一定 原則上是不會 這就是為什麼 那個什麼反送中事件會發生的 那你可以自己去挑 一大堆什麼投資理財什麼 那這些的 這些都是公開的資料 然後呢 你也可以說 我今天 比如講 比較熱門的 他會特別貼出來 聯合醫院 或者是說 最常異動的 這個 這個就是最常異動的 就是 看起來 今天這個是 比較有名的是 那個 me too事件 受理性侵害案件 就me too 最近me too很紅 hashtag裡頭都有me too 那這個我們就點看看吧 每日既然都有動資料集 他就應該是超級紅 然後看一下啊 他這個就會去寫了 受理案件數 受理被害人性別 然後 男生女生各幾次 然後 然後 兩兆關係 是認識 還是不認識 然後 年齡別是什麼時候 有沒有是未成年 12歲的 12歲到18歲的 18到24的 蛤啦蛤啦蛤啦 一大堆 然後 這裡是 然後 更新頻率 是每一年 不過最近是每天都在更新 生活安全運 品質 是哪有分類 這個 這個就很多人 最近 因為很紅 所以我們就下載一個 CSV 來看 下載一個 CSV 來看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CSV Number 124 蛤 蛤 受理案件數 92年 92年就有493件 蛤 然後 那你這個 你看 越來越高 11年就是去 去年吧 2022年 蛤 被害的 男生有 119件 女生有 720 男生的是 越來越高 然後 女生的 也不少 蛤 女生的 都通常 男生高很多 可是 男生很明顯的 受害 受害的情況 比 年年增高 然後呢 被害人認識的關係 有多少 然後 我看一下 兩兆 不認識 不認識的話 這就是性侵犯 違反性自主法 年齡總級別人質 12歲的 12到18歲的 18到24的 然後還有40到60的 還有60以上的 他年齡不響的 年齡不響的 年齡不響的 反正熱很多 大家看懂了吧 這一些 為什麼他用CSV 因為CSV 處理起來 夠快 大家知道 你看他直接下載 就是CSV 好 那 怎麼用 知道了吧 所以我們再講一下 這個都免費的 有些是可以檔案下載 但是有一些只能用API 什麼叫API 說穿了就是說 抓檔案是死的 像剛剛那個V2的那個有沒有 那個性侵害事件的那個 那個是檔案固定的 所以他是死的 你存在硬碟裡頭 你慢慢搞就好 可是API是什麼東西 API是Application Interface 意思就是什麼 應用程式介面 前面我們不是提過韓式嗎 其實API就是類似韓式 只不過這些API可以透過像 瀏覽器來呼叫 然後回傳的 當然也是瀏覽器能注意的內容 所以我們 如果Python程式可以學 瀏覽器一樣 對某個網址發出查詢 然後又能把內容回來分解出來 我們要的 不就是我們資料 對不對 所以API其實是有好處的 因為你如果知道 你可以定義出你資料的範疇 跟特徵的時候 API可以很快速 幫你把這些資料搜集起來 好比說 COA 早上我們講的COA 有沒有 好我們看一下COA 好這個就是我們的農委會 林務局水土寶石局啊什麼的 家禽 農田水利灌溉土 動物認養這些 產銷履歷 不要產銷履歷好了 你就點他 他這裡就有開放資料有沒有 然後你看他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資料階階 這個就是API啦 這樣你懂我意思吧 他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他的API啦 那你如果你說老師要怎麼用 你就看他的那個階階說明文件 通常會有這一種PDF的階階多明文件 啊 那他比如說 魚產品交易行情好了 啊 看一下有沒有魚產品交易行情 啊這個 往上 呃 魚產品交易 農村再生什麼 一大堆的 啊 交易行情 啊 交易行情 好 交易行情裡頭 有沒有魚產品 喔有了 必須 product times type 在這裡 啊 點他 有沒有看到 他就告訴你了 他有這幾種 參數 參數是這幾種 然後呢 然後呢 他交易日期 啊 這些東西 一大堆 有沒有看到 所以 西附 partame 含各語系 他現在還有不同語系的 然後 他的 魚種 魚產品的代碼 等等的 嗯 比如說 那你如果你要知道 哇 這東西要怎麼用 他這裡有案例有沒有 然後 有 response給你回來 說他有什麼東西 有 ok 啊 有400 400就是5尺API 啊 好 那 try it out 你就按這個 然後你就可以怎樣 自己填看看 這裡頭就有 就可以自己填看看 比如說 啊 我要查的是 112年 1月1號開始 到 7月1號 對吧 啊 然後 名稱 名稱看我要挑什麼 啊 比如說看 看我啦 隨便啦 我就寫瞎人 啊 啊 然後 execute 啊 CUR 這樣子 然後他就 他就去 去這個丟出來 request的 然後 你看 他說扣的200是對的 有沒有看 你看 所以扣的200 因此 他的東西是怎樣 你看他這個蝦人 什麼有的沒的 都統統都列出來了 有沒有 12年啊 這樣會不會 這樣會不會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 可是你看 他的排列 就有點不一樣 他不像 我們剛剛那個 那個排列 對不對 之前那排列 你還要自己分那個 span還是分TT 嘛 對不對 好 來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這一種的 這一種的 我們在27月有跟你講 他叫JSON 這一種的格式叫JSON 有自己寫網站的舉手 有寫網站的 有自己寫過網站 文件描述的那種包裝方式 好 那 可是你覺得 這個應該很眼熟啊 這個像什麼 來你看 這個好像是大學裡頭 然後這裡面又有什麼東西 奇怪 好 這樣子 就是 那再按一次 又被人家拿卡 好 try it out 一 二 到 二 七月一號 下輪 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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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救 有了 然後你看 這裡200 對了 有回來 好不管 你看 resout ok data這裡 你看這邊他的data 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中國語 然後這邊又是什麼東西 又是 我們的dictionary 對啊 dictionary 還記不記得 一個中國語 中國語是什麼東西 python裡的中國語是什麼東西 哎 python裡頭中國語是什麼東西 啦 喂 我們 那 那 那一次我們那個 那是不是停了 喔 呀 刚刚为什么会停掉啊 好 ok ok 好 来你看这边 再回来我们这边弄好了 来你看哦 这个是我们刚刚query出来的东西 对不对啊 然后你看哦 它data这里 然后你看data这边就很鲜了 它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中货 这看起来像中货 对啊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dictionary 所以你看这边 我们从这个里头去找这个 亚产品的交易资料 这个就是JSON 你有没有发现这东西是用 历史的包装的dictionary 对啊 pyson里头你的那个 你的你的这个 pyson里面不是 历史的就是用 从中国湖开始 然后里头是dictionary 所以每一个都是dictionary 好那你说 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弄 刚好我们在pyson里头有个 JSON的讨厌 那你说哎老师那这个麻烦啊 他万一里头资料有一大堆 所以我才叫你们要练习 拆字串年节字串 你还真的真的不练你还以为说这个东西 把你们当笨蛋耍 不可能啊 你这东西最后是不是会转换成是一个 的纯纹字 刚刚不是跟你讲的吗 你的你的这个OVA的四 分四之一 前面的这几个 是不是全部都是什么 先去王子里头抓出来 抓出来以后想办法把东西转换成纯纹字 那纯纹字不是我们之前在第一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有讲过 第一问讲理啊 第一问讲理啊 你们是上了有没有再回去看 对啊 所以你事实上JS ON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拿用 那另外还有什么方法 另外还有什么方法 这个data这个 他里头你看 他自己本身就是个dictionary 对不对 这个dictionary 这里不是就有一个dictionary 这是不是key 这是不是值 然后这是不是又是个key 这是这个list里头 还有dictionary 这个才是他的值嘛 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用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用 那个平打十啊 你看这一边 你看这一边 他是不是就是直接 收一个dictionary 然后把这一些项目收进来 不是吗 要不然是什么 要不然是什么 好好好 一个一个看 一个一个看 然后OBA5 来你看哦 你这个里头 嗯 是不是就是刚刚的那个网址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网址 data cov 这一个 这个他现在有改版 旧版的不要用了 好了 他说要要用新版 新版OK啊 我们就start time 是这个 120101 end time 120701 西路德是瞎了 啊好了 哦 好用新的吧 啊好 用新的用新的啊 嗯 然后 一样 抓下来 大网址上面抓下来 转换成存文字 可以吧 现在就告诉你们人家那一些的大数据的那些应用程式怎么开发的啊 嗯 好 抓 哦 2470笔 对不对 好我们把它copy起来 嗯 大文字编辑去 嗯 有啦 嗯 有啦 这是不是跟刚刚他那个一样 这是不是跟刚刚他那个一样 啊 苗栗啊 105啊 对不对 好 OK 那你现在知道这些东西之后 你看得出来他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 我们这个时候就用我们的JSON 把它怎样 丢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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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很多了 我们只要知道JSON的部分有什么就好了 OK 你看 这是不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 Dictionary 对啊 这是个Dictionary 所以J其实是个Dictionary 对不对 我们来问问看 看看J是什么东西 DICT 有没有看到 那既然是DICT的话 是不是就很好处理了 是 DICT 我认为 谢谢 是不是有RS有DataNames 那我们要的是哪一个 我们要的是哪一个 是不是要Data 都没声音 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要Data这一项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指定 J的Data就行了 J的Data 这样是不是就我们的Data 这个快不快 嗯 这个让我们想到什么东西 我们来做实验好不好 Handas我们之前说用Dictionary 包List 这个啊 29月这个啊 会不会反过来 我用List来包很多Dictionary 像刚刚那个啊 这个不是就List 这个不是就List 对不对 这不就List 他可不可以收 好不好 大家跟大家看看啊 做一个实验吧 做一个实验吧 有什么关系 我们 fem 是 现在我们 알 pd点 等于 p d点 later 然后aha dataframe進來的時候我們要給他什麼的 給他stay data吧 看都沒有很熟 本來就試試看嘛 反正不行我們再去換就好了 哎 這個是他丟進他他他他他硬的嘛 他說可以哦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printer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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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既然可以就簡單啦 他 CF 對 我把他存成一個CSE 嘛 好來看一下對不對 他說可以哦 好我們來看一下OVA裡的有沒有這個 誒有 有 看一下對不對 有 有 所以 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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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些 這裏有沒有很好寫 那 啊 交易日期 112年 2月17號 2023年 2月17 哦 哦 產品代碼 4016 瞎人 對不對 啊那你如果不知道 那很簡單啊 我們就看一下瀏覽器 瀏覽器這邊 有啊 那這裡就有寫啊 有沒有 交易日期啊 交易日期啊 那你自己再去換咯 哦 你自己再去換咯 哦 哦 等一下 喂有事嗎 我現在再上課哦 等一下再打電話 哦 沒有 沒有 好 好 拜拜 好 不好意思 嗯 有交易日期 啊 交易日期 啊 然後再來 有我們的 這個 師傅的code product name 啊 然後他會回傳 啊 這樣子 看 搞定 說啊 有223筆 所以啊 223 哦他是從零開始 所以說應該有224 嗯 第零底開始 搞定了 剩下更簡單吧 Handas讀出來 然後剩下你要幹什麼 都OK 那這裡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不知道原來那個是問題 呵呵呵呵 嗯 嗯 嗯 好 第六題 那 所以 為什麼一直叫你們去點那些東西 不是 不是把你們當白癡耍 那個東西就是你用久了 你就知道那要幹嘛了 嗯 來 既然你用Pandas可以撈得出來 那我是不是可以 我 假設我不要 我就只指定 這樣你聽好 最後一頁 最後一頁 我只有指定 日期就好 不管到底有幾種一產品 反正我就是從 2023年1日到7月1日 通通給它弄出來 然後我可以指定查詢某種種 就不一定要嚇人啊 我沒有指定嚇人啦 現在你看一下第六題 第六題 第六題是我有指定尼羅宏 對不對 我現在我不要啦 我 我這裡有沒有 沒有 沒有這個條件啦 沒有這個條件啦 我沒有這個條件 嗯 可以吧 可以喔 我要你仿造 剛剛的 OVA5 這個做吧 就是1月1日到7月1日 就是1月1日到7月1日 都拉 可以吧 嗯 然後 把東西 嗯 撈到你的Pandas 就是剛剛那個 那個做法 那個不是會撈到Pandas嗎 輸出成一個CSV 然後讓它 讓它變成是Pandas 可以處理吧 對不對 來 然後 等你做好以後 等你做好以後 要可以讓我輸入 我要查詢哪一種魚種 就是 我要查詢蝦人 我輸入蝦人 我要查詢 那個 吳郭語 我是輸入吳郭語 這樣行嗎 行嗎 看你們回去有沒有練 來 該幹的跑不掉 從第一個開始幹 這個 還沒做完 這個要這個要你們練 這個給20分鐘 可以吧 一個一個做 這個給20分鐘 先從這個 19月開始 先寫19月的 嗯 其實我就跟你講那個Pandas跟Mate Pro的LID 那個撈出來的時候你就已經知道了 嗯 嗯 好 OK 來 19月開始 先練習 怎麼寫得出來 我有給你們兩個案例啊 一個是 OVA4嘛 對不對 你先看OVA4好了 OVA4之一你可以不用看沒關係 班4之一先拿掉也無所謂 啊 OVA4 OVA4 啊 OVA4 先看OVA4 就是 我幫你們學好了 但是我希望是你們自己能夠學啊 把它整理到Pandas裡頭 你這樣就很容易看 因為你看 你這一段是不是我都 我都用什麼文字去塞 對不對 如果是Pandas我就不用啦 我會給你一列一列這樣塞下來就好啦 嗯 來加油喔 嗯 加油加油 嗯 先寫這一題 嗯 這是我們講義的這個 你看 第十九月 嗯 台灣人民可以自由買賣國外貨幣 透過自由貨幣會對 來利用價差賺錢 這知道吧 像現在日幣不是最近都一直在越來越小吧 有沒有 那你如果說這時候 日幣越來越小 台幣沒有變動 這時候你用台幣去買日幣 是不是可以越買越多喔 喂 那個貨幣其實不是固定值啦 聽懂了吧 貨幣 貨幣那個價格不是固定值啦 所以你今天譬如說我今天這樣買 我去買 然後我今天呢 本來 是一塊錢可以花三塊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現在 他越來越小 然後 我就變成一塊錢可以買四塊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對我來講是一樣一塊錢對不對 對啊 我都是只出一塊錢嘛 但是因為他越來越小 所以本來我只能買三個的 現在變成買四塊嘛 買四個了嘛 那如此一來 如此一來 我如果買的越多 是不是相同的錢 我可以買越多 買越多我在日本的話 花費是不是就越低 日本他一樣收我的日幣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要去日本 我還是一樣要兌換成日幣嘛 是不是 沒錯吧 對啊 那我現在我的日幣 可以換的比本來更多啊 那是不是我到日本就越開 聽懂沒有 嗯 就這意思 嗯 好 來寫看看 寫看看 所以那個國際貨幣會對那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賺錢工具 你知道嗎 那個叫做熱錢 你如果在網路上你可以查得到 這個 你在Google裡頭查 什麼啊 叫做 熱錢 有沒有 熱錢 哈蟒尼 油資或者是流資 尋求短期回報的流動基金 嗯 嗯 這一種東西 通常 他們這種高風險的 利用草幣是最快的 就是 我所謂的幣不是那個什麼什麼比特幣喔 是這種 國際會對的貨幣 比特幣那是騙人的 好 20分鐘的時間到3點4 我們再來看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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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的 我的眼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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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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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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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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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我 FEI 感 感 神自在感 thankfully 感 静看 FIN 天 背静自己 感 感 恤恤 Amendment 看 哄 看 经 明 恤 看 看 恤 看 看 看 这 赌 看 天 尼 看 电 年 海 目 看 看 天 看 听 但 看 看 这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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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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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就叫做 是之一好了 之一 他说你的格子对齐不对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有没有 看下都不对 有啦 刚刚好 有人做出来啦 只有一个人做出来其他人都没做 所以其他人不做是什么原因 我不要做有升温低温 我不要做有升温低温 你是不会做还是嫌麻烦 其实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真的一个一个去试 事实上 事实上你看 那东西根本没有多少 有没有 因为大部分我都把你写好了 而且确定是一定能执行 只是效果 有没有好看 不过分的 嗯 他会让你实际温低温 他会让你实际去改他 那 所以写了一个 那我们的第二个 那我们的第二个 好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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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第二次讲义的最后一个 嗯 这一个 这个 这个cut过了几种 这我写的 HOMEWORK ONE PANDAS哪一个 跑起来 是怎么样 有没有 也 不会连跑都还没跑过吧 这个啊 欸有跑过这城市的举手 存实讲 有跑过这城市的举手 一个 还有谁 都没啊 那其他人来上课都是 只要看录影带就会 那我都 那我以后都只录录影带啦 我干嘛 那么麻烦 哎 这个跑起来 他其实就是 用什么东西 第一 他现在就是在假想说 我今天 我在这里头的 这个 就是这个HOMEWORK ONE 就是这个HOMEWORK ONE 这是一个医学上的资料 医学上的一个普查资料 就 我今天 我这个 这个是我的 案例啦 就是医院统计的案例 哦 这个医院 他有一个代号 哦 然后这个人本身 他是怎么去转诊过来的 他是什么样的 的转诊方式 哦 他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因此而 实际上有 有有这样子的一个 症状 这样的症状 那这个症状 如果发生了以后 他实际上 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因为 他当时在另外一家医院吧 对不对 这家医院那时候呢 我们那时候让这个人 先先就诊 先就诊 以后发现说 这个我判断的结果 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 的症状 好 是什么疾病 某种疾病就对了 然后 如果 这个就是 初判就对了啦 第一次判定 然后再来 他转诊过去之后 第二家医院 再判断一次 到底是属于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误诊 比如 因为有的疾病 他们其实都有可能 有一些 很接近的症状 就是一些症状很接近 那 这个是真的 真的是属于那一种 判断出来的疾病 还是 还是那个是 是本身他 本身 本身是误诊 其实是另外一种疾病 那他这一边就会有他的案例 然后再来 这人在一个月以内 是不是就死了 一个月以内就死了 然后这个人的年龄 这个人的性别 这个人的体重 这个人的身高 这个就是从那个传染病中心的资料啦 但是我们 我们是不能够 不能够提供 病患的个人 个人 个人资讯啦 现在有个资保护法啦 你没有病患的同意 你是不可以自己去提供 不可以擅自提供 那个病患的资讯啦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当然就是 只能够提供什么东西 只能够提供 可以让你看的部分 就这样 可以让你看的部分 就这样 那因此我们就怎样 去把这个 他里头的资料 进行整理 整理完以后 我们就要怎样 先设定条件 比如说 这个人之所以 会得这种病 你觉得是BMI造成的 那你就先设条件是BMI 然后怎么去算出BMI 这个就简单了吧 多一个栏位叫BMI 然后 再来 用来呈现就是说 我今天 如果有明显差异 如果我有明显的差异说 这个人本身 是因为BMI 造成这个病症本身 主要的原因的话 那么 应该会很明显嘛 BMI超过一定的值的时候 他就会死嘛 如果不是那就是怎么样 应该要很平均 对不对 所以我们求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求出来的结果 很平均 有没有看到 不管男生女生他们都很平均 所以这个病症是不是因为BMI引起 被推翻 对不对 于是乎你就要再去想其他的了 比如说 他会不会是 这个血糖引起 对不对 血糖值引起 那你就要去什么 再设定另外 这个条件就要去改 改成什么东西 血糖值 知道吧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有在听到没有 有啊 然后再去看 或者是说你就再设更多条件 比如说 这除了血糖以外 我认为跟血脂肪有关系 那你就再把血脂肪也加进去 然后你就要看得出来说很明显的 这个分类的结果很明显的是一个 呈现不不平均的状况 那那个就是什么 你的条件接近他实际上限 病症噪音的现实 否则的话像刚刚那样那就是没有 这样看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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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其实这这一段就是要让你再去去看人家资料科学家在做什么 哎 这个就是让你看资料科学家真的每天都在干嘛 不是每天在吃便当啦 哦 啊OK 那今天先讲到这边 哦我们还有一题嘛 哦 哦 呃礼拜三在弄 哦 哦 哦 OK 啊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每次讲没问题的时候都是 真正有问题的时候都才知道叫做有问题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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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真正有问题的时候都才知道叫做有问题 嗯 嗯 嗯 好 确定哦 确定 OK 那就先这样 拜拜